完全是心情分享 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来那款WAR TOYS出品的猛兽侠系列雷电犀牛 这款小犀牛出现还是挺突然的 或者说之前那款猩猩各种的重途 让大家看的可能已经有点腻了 这次来一个新萌剧 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们知道WAR TOYS跟其他的很多厂商进行合作 联系了一些大IP处理一些周边产品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猛兽侠系列 也是从侠子形态变成野兽的这一系列产品 才是他们最为拿手的 换而这伪装形态方方正正的 拉升辨识度的主要就是涂装细节表现了 而这款小犀牛的涂装真的是特别的到位 紫色为主色调 而且这种紫色的调配也是突出一个柔和 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各个位点的索扣紧实度 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侧面看就有更多面板细节 包括文字的一个刻画了 这个面板还能打开来 里面藏一些你的小秘密也是OK的 甚至内部一些平时看不到的地方 也做了细节的填充 这点很有诚意 背后这个粉红色部件 其实是兽形状态下尾部尖的一个处理了 底部来看就略微空洞 摇晃起来一体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请出之前的黑猩猩来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不同形态的野兽变成同样大小同样方正的小匣子 这个设计理念还是挺不错的 变形非常流畅 我觉得整体的感受啊 比之前介绍过的猩猩要更加有趣一些 代入感很强 这个头雕向外拉有一个小的联动机关 后腿翻出来 小暴龙的行走啊 两边肋骨这一块呢 紫色的面板打开腾出位置 尾巴上翘 后腿啊 利用根部要调整90度之后是把 肋骨这个面板向下翻转 和肚子这一块有一个结合位 粉嫩的前提 向下调整90度 两边一样 镜向的翻转 之后呢 是把这个尾部向下压 它有一个半圆形的凹槽啊 和两边的凸起 进行一个对位的结合 之后是把耳朵 包括犀牛的脚打开来 好了 咱们的小野兽就完成了 从匣子形态到犀牛形态的变化 这陆地猛兽犀牛 也是被做成了猛种形态啊 无论是造型还是配色 都显得极为可爱 看这小眼神 小嘴巴 小犀牛角 正面看起来呢 立体度做的还不错 这点很难得啊 脚部 耳朵 包括嘴巴 都是有可能空间的 头颈部呢 别看人家这么短啊 还做出了一个向上提起的关节 而且啊 头颈的根部 有一个小的联动机关 玩起来还是挺神奇的一个手感啊 前肢 左右摆动 向外翻 包括这个膝盖啊 都是有着正常的可动 那么内部的面板呢 和刚才匣子形态一样 都可以翻开 继续隐藏你的小秘密 后腿 向后摆 向外翻 包括膝盖和前肢一样 都是有着不错的可动范围 粉色的小尾巴 虽然非常短啊 还有一个向上翻的关节 当然有变形的需要啊 前部这个浅色的连接杆 也能向上推 正上方来观察 这犀牛的身形啊 还是比较健硕 比较宽大的 也是符合陆地猛兽的一个气质了 那么从底部来看呢 也没有很多的穿帮位啊 做一个机械猛兽 这样的一个表现力是可以接受了 野兽形态下 可以装一些有趣的配件 上部呢 是一个模拟发条机关的小插件 身体两侧 这个插口啊 安装上去之后 面板打开会更加方便 而且啊 它占一个口径的存在 因为未来配件的互动玩法 提供了拓展的可能 子孙对比 也就是请出之前介绍过的黑猩猩 这两家伙放在一起 会明显更加喜欢粉嫩的小犀牛 这款雷电犀牛 可能是52Toy新七产品里 我最喜欢那款了 绝美的颜色搭配 不一样的变形结构 精彩的细节 兽形状态 竟然还有不错的可动 绝对是一款男女通吃的潮流玩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